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分享 抄袭这个主题 包括抄袭与合理使用的关系 以及抄袭如何认定的问题 中研院小编发的图是对的吗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中研院的小编所提供的一个资讯 斗大的标题写着 永远记得标注原始来源 永远记得标注原始来源 它里面一共列出了九个条目 提醒大家 如果要使用他人的著作 到底要遵守哪些原则 我们不能说 这样的内容是不正确的 但是我们要提醒各位 这里面所谈到的 基本上是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面 为了研讨研究教学的目的 所以必须要引用别人著作的来源时 专业人士所提供的建议 但这并不表示标注原始来源 就可以让我们任意地使用别人著作 正确的观念应该是说 如果我们使用别人的著作内容 可以构成合理使用 符合著作权法所规定的 合理使用的要件时 我们要永远记得标注原始来源 但是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仍然要个案去判断 我们利用他人著作的行为 是不是符合合理使用的条件 而这个问题在抄袭的争议之中 也往往会被拿出来讨论 因为使用别人著作的行为 原则上都必须要取得合法授权 如果没有取得合法授权 却使用了别人的著作的话 大概就只剩下两种可能 一种是构成合理使用 所以不侵权 另外一种就是抄袭 就是侵权了 著作权法第64条是这么规定的 他说依第44条到第47条 48条之一等等的规定 去利用他人著作者 应该明示其出处 所谓的明示出处 是指就著作人的姓名或名称 除了不具名著作 或著作人不明者外 应以合理方式为之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 著名出处的法定义物 但请注意 在这里著作权法的规定是说 如果已经符合了44条到63条 合理使用的规定 合理使用他人著作的时候 那么另外附加了一个义物 就是要明示著作的出处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 所谓的著名出处 只不过是合理使用的必要条件 但并不是充分条件 要完全合法的合理使用 必须符合两项标准 第一个必须符合著作权法 合理使用的要件 第二个我们必须要著名出处 因此使用他人著作的行为 如果有可能构成合理使用 而不至于构成抄袭侵权的话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必须要符合著名出处的这个要求 我们之前谈到过 合理使用是一种对于著作财产权的限制 著作权法上面的抄袭 本质上必须是侵权的 才会承担著作权法相关的侵权法律责任 所以当利用他人著作的行为 符合了著作权法有关著作财产权限制 也就是合理使用的规定时 就不会构成侵权行为 这个时候虽然行为人 他事实上使用了别人著作的内容 感觉上好像已经成立了抄袭行为 但是因为从著作权法的观点 这样的行为是合理使用 不构成侵权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种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他构成抄袭 但不构成著作权法上面的侵权行为 抄袭的案件之所以常常与合理使用沾上边 这是因为当行为人利用别人的著作 被指控为抄袭时 如果抄袭已经成立的话 那最后争取合法 争取不侵权的机会 就是想要争取看看 有没有机会被法院认定是合理使用 这几年最有名的例子 应该就是古阿默的网络影片事件了 古阿默的争议虽然在法院的审理阶段已经告一个段落 但是在讨论上面还是有非常多后续的回想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讨论议题 就是有关于古阿默的行为到底是不是构成了著作权法所谓的戏虐仿座 什么是戏虐仿座呢 其实著作权法本身并没有特别加以规定 戏虐仿座这个概念其实是从国外的案例所产生所引进的 在国内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既然著作权法没有明文规定 戏虐仿座是一种合理使用的行为 那为什么我们仍然承认戏虐仿座可能构成合理使用呢 那是因为在著作权法第65条第二项 有一个合理使用的一般性规定 也就是说即使并不符合著作权法44条到第63条的行为太样 只要符合65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四项合理使用标准 仍然可以让这个行为有合理使用的空间 戏虐仿座大部分的情况会大量甚至全部使用 它所要嘲讽戏虐的著作 所以严格说来它当然成立抄袭 因为它有使用别人表达的外观 那为什么我们却愿意承认戏虐仿座可能 当然我们再次强调只是可能 可能会构成合理使用呢 这是因为戏虐仿座既然是为了要嘲讽 戏虐别人的作品 如果他不使用那个被他嘲讽戏虐的作品 那他要如何进行他的嘲讽戏虐行为呢 而这种嘲讽戏虐的行为 会受到法律上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或者说在法律保护的位阶上面 地位更高的自由权的保护 也就是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 也就是说宪法因为保障言论自由 所以当然也保障了我们去戏虐嘲讽 别人著作的权利 那么为了执行这个言论自由的必要 我用戏虐嘲讽的方式 去使用别人的著作 那么保护言论自由这个利益 就有可能会高于保护著作权的利益 因此重点仍然在于 我使用别人的著作 是不是真的基于戏虐嘲讽 别人著作的这个目的 如果是的话 确实就有可能构成合理使用了 但如果并不是基于这样的目的 而使用的话 那么并没有构成戏虐仿作 合理使用的可能 古阿默以快速介绍电影的方式 大量剪辑使用别人的电影电视内容 到底够不构成戏虐仿作呢 我们观察它具体的影片内容 就会发现 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成分 它主要还是以介绍影片的内容为主 因此它很难构成戏虐仿作的 合理使用行为 回到抄袭的讨论 抄袭其实在我们法院历来判决里面 有汇整出一个构成的要件 包括了接触和实质相似 这两个要件 所谓的接触 是指如果行为人 有接触或者是相当高的可能性 接触过他人作品的话 那么行为人 就必须要花更多的努力 来提供有力的证据 证明自己是独立创作 并没有使用到别人的作品 至于所谓的实质相似 则是以作者的创意活动 为主要的判断标准 如果两个著作之间 看起来大同小异 因为著作权法保护的 只有创作表达的外观 所以如果所谓的大同的部分 都是参考某些相同 共通来源的素材 而小异的部分 则是双方各自创意所在 那么这个小异的部分 就证明了双方各自有独立的表达 因此我们不能只以整个作品看起来很像 就认定它构成实质相似 而是要看它具备独特性的创作的部分 到底有多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图 左边的图是台湾的海报 右边的图则是日本的广告内容 虽然两幅图并不完全相同 但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中运动员或者是农夫的造型 看起来是不是几乎完全一样呢 这个部分就是小异的部分 而小异的部分就是两个作品 构成表达相似的部分 所以我们仍然会认为 左边的作品是构成抄袭右边作品的行为的 最后让我们来个重点小整理 第一点 使用他人著作时 著名作者的名称出处 只是合理使用的必要条件 并不一定就会构成合理使用 第二点 基于嘲讽戏虐的目的而使用他人著作 有机会构成戏虐仿作的合理使用 但是必须符合戏虐仿作的要件 第三点 抄袭的要件包括接触与实质相似 而且实质相似的部分 必须属于具有创作性的部分 不包括大家共同使用的素材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